就是从这边进到安全 从这边进到这个PHGMyAdmin 然后进到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从资料库里面 新增资料库 在新增完之后呢 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呢 新增一个资料表 因为已经有一个了 所以你把它点进来 当然你也可以再新增第二个 比如说问题二 然后你也可以再去见栏位 可以再去找其他的范例 反正它的概念呢 大概就是你可以从那个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资料 有五个栏位 那你就五个栏位 那里面当然不外乎就是文字 数字 数字里面有没有小数点 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把今天 就是上个礼拜的练习 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也许就是一样的啦 然后只是名称叫MySQL 那这个MySQL里面呢 待会我们要练习几件事情 大概就是右边 好各位可以看到 总共五个按钮 这五个按钮就是第一个 我今天一样跟上个礼拜一样 上礼拜是用那个 access 也是先把一笔先丢过去看看 有没有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呢 那我们就全部把它丢过去 全部丢过去之后 再把旧的资料删掉 删完之后呢 再从MySQL再倒回来 倒回来之后再把MySQL里面资料 给清掉 反正一个cycle啦 给循环嘛 OK 然后这样的话 等于就是两边资料都可以 看你要放哪里 两边都可以放 那当然呢 也就是除了说你自己的 自己 e-sale里面的档案 其他人的档案呢 只要在公司内部的 只要是公司内部有连线的话 那都可以连到那一台 MySQL 也可以把资料丢 所以你们等一下资料 也可以丢到我这一台 我也可以丢到你们的 只要我知道你们的IP位置 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怎么去做后续的练习 首先呢 第一个当然我们上礼拜的东西 那SS SS部分的话 如果你要跟那个 就是说 e-sale跟SS 本来是不能够沟通的 那为什么可以沟通 上个礼拜的部分呢 我们大概有提到 就是说 里面呢 可能要注意几件事情 不外乎就是说 第一个 你要跟他连线的话 我们会需要一个ADO的东西 一个ADO的外挂 因为本来 e-sale跟资料库是不能连线的 如果你要让他连线的话 我们上礼拜的东西 在资料库 也是要建资料库 建完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 这个是建SS资料库了 如果建议回去 你一定要还练一下 因为这东西其实还蛮复杂的 因为他跨了好几个 好几个软体 如果你跟他不熟的话 恐怕你很容易就会卡住 那e-sale怎么样 跟那个 SS沟通 不外乎就是 用ADO怎么样呢 跟SS连线 ADO他的任务呢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外挂 e-sale本来是不能够连资料库 但是可以藉由ADO 帮我们去做连线的动作 那连线完之后呢 你要跟他资料库沟通 有没有 那我上个礼拜讲过 就是利用Seql 因为Seql 这个是资料库的共通语言 也就是任何 只要是主流的资料库 基本上都有支援Seql 所以其实基本上 在一般工作上 如果你Seql很熟的话 其实还蛮吃香的 为什么 因为你后端资料 像ERP 或者公司内部 已经建架好的那种套装软体 或者是后端一定会有资料库 那如果你要跟他抓资料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下个Seql 可以跳过原来的系统 可以直接跟后面抓资料 也许有的有些报表 这样的方式可能还更快 那你要透过系统 系统帮你捞资料 可能会有一些些问题 或者捞到不是你要的东西 好那上礼拜的部分 我们大概就是会有新增一笔 这个B3的话是 把最下面一笔 把它丢到那个我们的asset资料库 也是去执行那个insert into 所以这边的话是抓最下面一笔 丢过来之后的话 用那个下面有一个利用ADO新增资料的一个程序 然后呢分别把我们总共五栏 所以这个 比如说我们上礼拜练习 其实把最下面这一笔 丢到那个我们的 就是asset里面测试看看 那这里面的话 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利用ADO新增资料的这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里面 最重要其实就做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情呢 第一件是建立一个什么 convention物件 这convention物件实际上就ADO 其实ADO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帮我连线 那你要怎么样把ADO引用进来 我上礼拜有提过 就是用这个create object的方式 把它引用进来 引用之后的话 丢到前面 这边有个mycon 这个mycon实际上就是 它是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主要的用途 就是帮我去做什么呢 做连线资料库的动作 那连线资料库之后 这个资料库本身有个方法 叫open 所以如果你要连asset的话 你需要准备两个东西 无论它不是只有asset 将来当然你要连myseql 或者连其他的资料库的方法 基本上都差不多 第一个就是你的provider 或者是你的driver 就是说你用什么方式去连线的 通常可能用driver 去驱动程式 那或者是provider 那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的data source data source就是你的资料的来源在哪里 那我们是一个档案 所以那个问题一的accdb 它是一个asset资料库 那我讲过asset它是一个档案形式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 在less workbook 就是指的是我们ecele同样的路径底下 会有一个这个问题一的acdb的资料库 那我就可以去连接它 不过那你会想说 myseql怎么连 其实特别注意 其实连其他资料库 上面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下面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下面这个是主seql语法 insert into 就这一串 刚刚我们新增那一串 最后也是exque exque是执行这个seql 只有中间这个地方不一样 那中间这个地方 myseql怎么连 其实当然这地方 不是用死背的 其实有个网站还蛮推荐给各位的 就是有一个网站 它基本上已经把 所有主流的资料库里面的连线字串 都帮我们整理好了 其实我们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连线字串放在这里 基本上你就可以跟任何的资料库 做连线的 那这边推荐给各位有一个网站 那个网站的名称叫做 www.connection connection 那connection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 adodb.connection 其实就是这个connection connection实际上就是什么 连线 后面加一个strins strins的话就连线字串 而且加s 表示说 它帮你收集了 所有只要是目前主流的资料库 它需要连线的字串 通通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 那其实后面 我这边有个assess 其实你就打这个网址 connection strins.com 那连到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所有 比如说包含assess 包含像我们底下 ecell 其实这边也有了 或者什么as400 db2 或者是像比较常用的 像什么oroco nords这边也有 然后是mysequel 等等的 你会发现这么多资料库 或者像sequel server 那怎么连 其实 其实这 我之前连的都是从这边查到 那你可以看到ss好了 那ss里面的 主要的大概就是有 orlaydb的连线方式 跟这个odbc的drive的连线方式 那其实你会发现 像我之前连的方式 这个点击进来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有一个连线的方式 你会发现很熟悉 顶多是说我后面这一行 因为用不到 不过这是e-sale e-sale 那怎么跳到e-sale 我点到ss ok 这ss 那你会发现 就这一行 你会发现 有没有很熟悉 基本上 我是从这边参考 那里面的话 我只有改几个地方 包含就是说 data source后面 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我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跟e-sale放一起 那当然将来 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 是一个绝对路径的话 那这个路径 当然你可以做一个修改 比如说它是放在c帽号 c点底下的 某一个forter 然后里面的某一个档案 可以写成绝对的 ok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当然还有 比如说你有密码的话 怎么办 另外还有什么呢 底下还有 如果你是放network location 就是网方的话 怎么做 这边其实都有了 那还有password 如果你有加password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是买seql的话 其实这边有答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连线方式 特别是有oddb的方式 跟odbc的方式 因为我们 assess本身的 已经有drive了 所以你当然还可以用第二种 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用drive的方式 用这个方式 其实也行得通 因为我们在windows本身 已经有内建assess的资料库 可以做连线 那再来就是看 myseql的部分 那如果myseql要连线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位置在这里 或者你找一下 里面有相关的连线方式 那其中一般比较常用的 一般都是什么 用这个odbc的driver 加s 那其中的话 底下有一个用什么 connection odbc 5.2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需要加装driver 那这个driver在哪边 特别重要 等一下请各位 driver加上去之后 你就用这个来连线就可以了 里面当然 你就把这一串 复制贴到我们那个 刚刚connection suite里面 其实就可以连线了 那里面呢 等一下请各位 要先去把这个myseql的驱动程式 先装起来 不过可能你们之前 因为之前练习的时候 应该已经装了 所以你大概了解一下 如果你自己电脑里面没有的话 那我在云端 问题宜里面 有放了两个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应该是装32就可以了 因为32位元 那除非说 你们的excel是64位元的话 那请你注意一下 就装64的 因为我也遇过啦 64之前有遇过 就是电脑里面 已经装比较新 2013的64位元 那用了32不行 确定就是64 你可能要看一下 以色列的版本 那等一下请各位 把这个下载下来 那如果你电脑里面 没有装过的话 那你就把它装起来 因为这个驱动 没有装的话 你没有办法 跟那个myseql连线 那把它 把它开起来之后 把它安装 那怎么知道 有没有安装成功 其实你可以再到 控制台里面 其实你在装之前 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已经有了 那也许你可以 就不用安装 它的位置一定是在 那个 所谓的系统管理工具 这边 假设安装 把它弄起来 其实就下一步 下一步就可以了 这个 这叫odbc5.2的版本 然后呢 下一步 下一步 ok 然后基本上的话 就照一般的那种流程 把它把它安装 那装完之后的话 你再到控制台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driver 应该已经装了 把它取消掉好了 ok 那你可以到 那个控制台里面的 有一个叫做 系统管理工具 你可以在 系统管理工具里面 找到一个 系统管理工具 里面可以看到 有个资料来源 其实最下面 倒数第二个里面 那你可以看一下 驱动程式 因为如果你没有 驱动程式 你就没有办法 跟MySQL连线 那你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 SS不用安装 到底很简单 因为SS跟Windows 是同一家公司的 当然同一家公司 有主场优势 所以它就已经 帮你装好了 ok 所以 那当然 MySQL 跟它不同公司 所以必须要安装 装完之后呢 才可以去做连线动作 所以请各位先确定一下 第一个 有没有连线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你的Excel 上个礼拜的部分打开 那如果说你上礼拜 没有存好档了 你可以从云端上面 找第三阶段 并且复制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我们待会要练习 这五个动作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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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